當事人在臉書貼出監視器 7月14號下午一點多 一名男子背著包包 走到市場攤位裡面 不到一分鐘就走出來 當事人指控 這名男子是竊賊 5萬左右 那時候我有算 因為我都收攤 錢都放進去 當事人鏡頭前說 當時要收攤了 竊賊趁他不注意 走進攤位行竊 現場有好幾支監視器 不同角度拍攝 但沒有拍到下手過程 只有照到經過的畫面 從這裡看很久 然後從後面跑進去 因為那邊都 因為我們這裡要翻遷了 所以東西都是亂七八糟的 當事人家屬在臉書社團PO文 說媽媽在台中 就建國市場賣水果 賺的是辛苦錢 當天因為有事情 才會帶好幾萬在身上 一時忙碌 沒有注意到陌生人下手 這裡我圍起來 然後錢就放在裡面 放在哪裡 警方調查 竊賊是39歲林姓男子 他4月28號 才在台中漢西夜市刑切 得手一萬八千塊 事隔兩個多月 他又跑到市場偷錢 警方說目前掌握男子 至少偷了將近七萬塊 至於網友留言 在台中其他轄區也有刑切 這點要跟其他分局匯整才能確定 民眾把監視器畫面PO上網 提醒大家嫌犯身上的特徵 同時要把錢收好 TVBS新聞廖文和徐又翔 台中藏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